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日位于多伦多市中心的加募圣母堂 聚集了来自不同和人堂区的教友 更有着德莊严的哥伦布骑士会仪仗队 伴随着主教和多位主礼神父进场 这台特别的尼撒是多伦多总教区旗下 Share Life教区公益金的感恩离撒 今次真的很兴奋 这次是我们第一次搞一台感恩离撒 Share Life的感恩离撒 也很感谢陈神父大力支持 他说好 来我们堂区做 今天我是一个很高兴的日子 我们华人五个堂区 代表来一起来感恩天主 给我们一个能力来做 福音耶稣基督教了我们来做 来帮忙我们的兄弟姊妹 我很感恩 也很欢喜 Share Life教区公益金是为多伦多总教区的 不同需要筹务经费而设立 特别是为支持教区 Catholic Charities核下 接近30个慈善团体的营运需要 要了解Share Life的核心价值和信念 就要认识一下Catholic Charities的历史 Catholic Charities在1913年 由Neal McNeal总主教成立 用意是为当时已经运作的孤儿园 案劳园 职业训练学校等等的机构 藉着一个中央架构管理得更好 也为机构的财政需要作更长远的计划 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经济衰退之后 多伦多士的慈善机构 决定一起成立一个叫做United Community Fund的基金 集合多个团体的力量一起筹务经费 这个基金就是今天的大多伦多公益金 United Way的前身 1970年多 当时只有大多公益金 没有Share Life 当时我还是一个多大的学生 每天我从家回到学校时 经过一个地方 就是堕胎的医院 有很多人在示威 也有很多人在支持 到了1976年 多伦多公益金经过内部投票 决定给Plant Parenthood Toronto 一个提供堕胎服务的机构加入 就是这个关键时刻 促成了教区公益金 Share Life的诞生 United Way have made a decision to fund Planned Parenthood which we as Catholics don't believe in 当时的多伦多 Archbishop总主教 Philip Pocock 就想很突然 但是有决定性的决定 就是说 既然大多公益金 是支持这些机构 是对我们这个天主教的教义 是相反的 他在很突然 但没有办法之下 就决定 一定要脱离大多市公益金 就成为Share Life 他很肯定的 他当时说 他说 我承计 我承计 公益金 通过聖教联系 当时 其实是很艰难的 当时的钱 只能支持 大概四至五个机构 但是 因为我们信仰的关系 这个决定 是得到很多 天主教徒的支持 我们从四五个 进展到今天 有四十几个机构 这个路走起来 一切都不容易 但是很感谢教友的支持 所以令到我们今天可以做得这么成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